华联县立美轮国中与青少年纯洁协会合作 18号起举办了青春竹梦我醉行为期三天的夏丽营 带领了体育班的足球还有网球队员 透过学习情绪管理等课程帮助自我察觉 进而提升自信心与赛场抗压力 校长孙台宇也出席活动给予学生们鼓励 办理过华联市美轮国中三界营队活动的青少年纯洁协会 18日起一连三天在美轮国中阅读教室 举办青春竹梦我醉行夏令营 准国一新生足球和网球队员齐聚 以分队方式进行多媒体合作学习品格体验等课程 在美轮国中校长孙台宇的致辞免利夏 为夏令营揭开序幕 校长讲的竟然进到体育班 有没有分什么足球队跟网球队 没有 我们大家都一样 这样听懂吗 所以今天从今天开始 其实也在告诉你们 每一个都在追求自己的梦想 但是不是只有在哪里足球梦想 还有很多的很多的梦想 那这个梦想可能你现在还不是那么清楚 但是校长希望你在你毕业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你是你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你是希望能成为一个足球的国手 对不对 最希望是这个样子 甚至国际的明星 但是呢不是只有这样而已 所以这几天和执行长会带你们去思考 除了足球梦想以外还没有其他的梦想 我们一开始就从青春期这个角度来切入 帮助他们来了解说在青春期 我们会有一些身理的变化之外 还有一些心理的变化 可能我们会更想要去认同自己 还有呢 对异性对性的问题 开始产生一些疑问和好奇 所以我们会教他们如何认识自己 比较客观认识自己的方法 尽而自我肯定 然后呢 在这个青春期也会有比较多情绪的变化 我们也来学习情绪管理的能力 还有呢 如果我对恋爱有兴趣 我如何来展开适当的交往的过程 对自己对别人比较不会造成伤害 所以我们也来进行情感的教育 这是我们这次迎对的三个重点 就是自我的了解 情绪教育跟情感的教育 那希望他们透过这三天呢 有满满的收获 来展开未来在美轮国中的 这个足球队的训练的生活 春节前会成立至今已24年 透过活动安排自我了解情绪和情感教育等内容 并透过实作体验 让学生将所学内化成为带得走的能力 此判带领足球队员从中自我觉察 进而提升自信心与赛场抗压力 顺利展开在美轮国中体育班的训练和生活 记者长邦彦华联系报导